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0号在中南海子光阁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王岐山表示 中美建交近40年来 两国关系历经风雨 但总体向前 为两国民众带来巨大利益 也促进了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 历史的启示是 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互利合作 是两国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美双方应当顺应潮流 不断加深相互了解 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探索新形势下两国相处之道 推动中美关系在下一个40年取得更大发展 赞赏基辛格博士为中美友好所做的贡献 基辛格表示 美中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赞同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 解决两国间当前问题 对美中关系未来发展达成共识 愿为此做出努力 我下集中文字幕后 未经许需要 指数计划